地震的观测一直是科学突破跟研究的目标 在1963年,美国地址调查所跟世界各国进行了合作计划 组成了世界地震的测报网 而台湾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 同年的3月14号,台北阳明山的安部气象站启用 这个除了气象观测之外 它也是台湾唯一具有世界标准的地震观测站 当然也包括对和子试报的监测 到处是雾茫茫的一片 位在海拔800公尺的阳明山安部气象站 除了观测气象,全台唯一一座世界标准地震观测站 也设置在这里,距今有48年历史 为了维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降低外在条件因素的干扰 所以安部地震观测站是设在山洞里 进到室内以后呢,这里的温度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温度大概有20度 诶,这么空洞的声音 所以整座墙面都加装了保力龙 地震一气室里的所有墙面都加装了约5公分厚的保力龙 就是担心湿气和不稳定的温度会干扰仪器的运作 这也是地震一气室设置在山洞里的原因 收资料就是固定时间它会来收集资料 里面大概它有个处理器 地震一份为东西上下以及南北洞成分的三个分量 这是1963年美国与各国筹组世界地震测报网 台湾所成立的阳明山安部世界标准地震观测站的一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 安部地震观测站也监测到地震波 但有趣的是 由于测量地震与测量核子试报原理相同 当时世界地震测报网除了观测地震 监测核子试报也是重点之一 核子弹的爆炸跟地震活动所引发的地震 它的地震波的形态是不太一样的 是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出说 这到底这个是地震呢 还是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偷偷在进行核子试报 因为地震仪器年久失修 2012年已经停止观测 并退出世界地震测报网 但是安部地震观测站仍持续发挥功能 2013年气象局加装强震仪 2010年也与中研院合作增设宽屏地震仪 监测台湾地震活动 我们马上在这个位置 就补了一个smart2014一个强阵营进去 然后也是我们速报系统的一环 所以其实这个站对于阳明山地区 或者对整个台湾地区的地震观测 其实是蛮重要的 阳明山安部世界标准地震观测站 虽然已经走入历史 但是安部地震观测站 所加装数位化的地震仪器 也与气象局及时连线 形成阳明山地区为阵监测网